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炸鸡腿丁 诶 诶 对哦 特意 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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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的玫瑰奶茶是不是很好看呢 它还稍微有一点点渐层的效果 这个是昨天晚上回家之前提前打包好的 蜂糖可送 好香啊 蜂糖的味道 刚刚拆到一半快递 发现忘记给大家录了 这个花瓶是鸭鸭送给我的 超级好看 它里面是比较适合单插一枝花的 继续来拆这个包裹 哇 这是我在1688上面买了很多的这种收纳盒 因为现在家里面有很多那种五股杂粮 还有卖片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放 质量还蛮不错的 它这样的方盒子还带刻度的 可惊喜可微波可冷藏 这个是PP材质 然后这个小东西呢 是我买的美妆蛋的收纳托 然后还买了一把小的水果刀 这个是收集线的 然后还有一个桌下抽屉 这一堆除了这个花瓶以外 全部都是在1688的同一家店铺买的 这一堆的价格 大家猜一下 46块钱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烧了一锅开水 准备把刚刚的那些密封盒全部都烫一遍再使用 因为我有查过那个PP材料 它是耐高温的 吃了时间看的 太好了 你看看的看来 太好了 看来看再吃了 吃了 厨房子再吃了 酸了 面子更好 炒烤 炒烤 蒸饭 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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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油油们晚上好 我刚下班回家 然后现在我准备把我很久很久 没有出厂的小推车派出来 就是我的搬家小助手 蓝色小推车 跟我一起去取快递吧 不取不知道 一取吓一跳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拆快递吧 这个是我看很多人推荐的 新疆的一个叫花园牌子的牛奶 它里面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纯牛奶 而且它这个牛奶是全脂的 到时候好喝再告诉大家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月泡的眼珠子 我现在眼睛上的是棕色 然后我新买的是烟灰色 今天是素颜给大家看一下吧 它的直径是14.3 然后这个是我买了一本渡边唇衣的书 这个盒子里面应该是 这是我买的一个双层收纳架 然后这三个大的 就是我买的一个是宜家的一个小推车收纳的 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落地灯 这是三根桌腿 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瑕疵 点灯 点灯 我买的这个呢是带遥控开关的 现在没有接通电源 让我们把灯泡拧上去 现在我去插电来试一试效果怎么样 还不错 我来试试遥控器的开关 广一点 白一点 真不错 关灯 完美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全身的look 它这里是一个小桌子 然后下面是三条腿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们猜这个都买多少钱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造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宜家的那个收纳 先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我觉得宜家的说明书还是蛮清晰的 每一个步骤 准备开始行动吧 看看 准备 盐 吃 贬任 撒上 保留 撒在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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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这个收纳给拼好了 今天中午准备来做炸物 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两个鸡腿 已经清洗干净了 接下来放这个老伙伴 加勒的香蒜炸粉 除了今天要炸的鸡腿肉之外 我还准备了一根杏鲍菇 来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 先放一点脆脆的煎炸粉 然后放一点五香粉 放一点点水 然后放家里最后一颗蛋 好了 黏糊糊的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现在准备起锅下宽油 咱再把鸡腿肉稍微裹点脆炸粉下锅 用一个小的试一下 可以了 再猫泡泡了 我们就下鸡肉 关火 先把鸡腿丁捞起来 待会儿我们再复炸一次 好了 咱们开火 咱们大火复炸个三分钟左右 这个色泽呢 它基本已经脆了 把它捞出 接下来让我们来炸骨 不要让它们粘在一起 放点辣椒粉 和原味烧烤料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炸鸡腿丁 好喝 蘑菇茶的差不多呢 我们又把它捞起来 待会儿复炸 等待的过程中呢 我泡了一杯红茶 准备来做个红茶加养饿多 先丢个冰块进去 再加个冰淇淋 稠进去吧 降温 降温 快降温 加入冰淇淋 漂浮红茶养饿多 完成 等待蘑菇复炸的时候 先吃一点吧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带瓶的鸡腿太好吃了 你一定要带瓶 其实自己在家做炸物呢 虽然用宽油的时候有点小心疼 但是做出来的效果 一点都不出外面店里面炸的 而且还干净卫生 为啥子不直接炸啊 姐妹们 不要烂闹 懂吃了 当然也不是让大家天天吃啊 偶尔吃一下嘛 太脏了 因为我今天用的这个炸粉呢 是蒜香炸粉 提前腌制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吧 最后撒上了一些 辣椒粉和烧烤料 它就完全不需要放盐了 味道刚刚好 鸡皮炸出来超级脆 来为你们吃一口 油包包的 妈爷爱上了 好 然后继续去炸蘑菇吧 炸到这个程度就可以起锅捞出咯 看多么的酥脆 金黄的色泽 炸的像肉干一样有没有觉得 如果大家喜欢吃原味的 就直接吃就好了 因为那个五香粉就有味道了 但是因为我口味比较重 所以我要加一些调料 满瓶诱惑 来吧来吧 见真功夫的时候到了 我们来尝尝 依旧如此的脆 姐妹们 这个蘑菇真的跟吃肉一样 太好吃了 别了 太幸福了吧 这个也很好喝哟 姐妹们 红茶的味道 茶香 酸甜的味道 还带着一些鲜奶香 我就问大家 这个炸出来像不像肉 像不像炸的鸡柳 太脆了 太脆了 我准备边看电视边吃啦 打了一个辣酱回来 这三种一种是黄芥末酱 一种是辣酱 一种是番茄酱 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刚刚才回家聊 现在准备烧水泡个脚 这也是偶迪泡脚盆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中草药包 我想问一下 90后00后的女孩们 你们会泡脚吗 大家一般泡脚的时候会加什么呢 这个中草药包 还是我去年冬天的时候下蛋 那我买了超大量包 然后用到现在还有很多很多 用中草药包泡脚的时候呢 它通过这个水蒸气 整个屋子都会有一股中草药的味道 我个人不排斥这种味道 闻起来还是蛮舒缓的 会让人静下心来的感觉 晚安 悠悠们冬天也要照顾好自己哦 我是你们小星星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